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9日 去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没多久 我就说了,对新冠病毒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病毒 是没办法通过严防死守来把它给消灭掉的 应该是要学会怎么样跟它共处 而且这个病毒它是会变异的 它整个的演化的趋势是传染性会越来越强 会越来越难受的 现在出现了Delta病毒 果然是传染性是很强的,更没法守了 所以前不久我在节目里又在说 要学会跟新冠病毒共处 中国的专家以前一直是在强调要原防死守的 他在嘲笑批判西方国家 你们对疫情放任自留 控制不力才导致死了那么多人 但是现在Delta变力也在中国传 疫情也很严重 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 眼看是守不住了 所以有一些中国的专家就改变了立场了 也在讲要与病毒共存 其中就包括以前一直被我批的 网红医生张文宏 他这么讲了以后就引起了很多的批评 一下子就从网红医生变成了网黑医生 对他批评分量最重的 是卫生部原来的部长高强 在人民日报上面发了一篇文章 就专闻是抨击与病毒共存这种论调的 他没有点名 没有点说是针对张文宏的 只是说国内的某一些专家有这种论调 他认为这种论调是西方国家宣扬的 是受了西方国家的诱导 然后才导致现在全世界的疫情这么严重 他认为我们中国还是应该继续坚持严防死守 高强他并不是学医出身的 他的本行实际上是搞经济的 他是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的 他是阴差阳错 在2003年的时候去了卫生部领导防疫了 2003年大家知道 当时出了一件大事就是SARS 因为SARS流行开了 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就被作为一个替罪员给免职了 由副总理吴仪去兼任卫生部部长 高强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修长 也把他派到卫生部去当常务副部长 具体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高强来做的 那么严防死守了几个月以后 把这个SARS的疫情给控制住了 SARS消失了 取得了防疫的胜利了 所以高强就认为说自己是有资格的 来指导要怎么防疫的 就认为你看我们以前通过原防死守的办法 取得了对抗SARS疫情的胜利 那么我们通过原防死守的办法 也能够取得新冠疫情的胜利 其实呢 这个SARS能够通过原防死守的办法 把它给消灭掉 这是非常特殊的 为什么呢 因为SARS病毒呢 它是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病毒 跟新冠不太一样 毒性强被感染了以后呢 都会有症状 而且呢 这种症状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 那就是发烧 所以要把这个SARS病人给找出来 相对的说就容易了 那就是测体温就好了 所以那段时间呢 全国全世界公共场合都在测体温 你只要一发烧 把上把你给抓起来 隔离 当然你这发烧的病人里头 很多呢 根本不是SARS的感染者 但是呢 基本上能够保证 把那些SARS的感染者 全部都包括在里头了 就是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那这样把这些SARS病人都被隔离了以后 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播链呢 也就被打断了 另外呢 这个SARS的传染性 它是不是很强的 它的基本传染数呢 是三左右 也就是说平均来说 一个人能够传着三个人 传染性不是很强 早期呢 就把它给控制住了 就只有局部的爆发 没有说演变成了一个全球大流行 这样的话 你在某一个国家 某一个地区 把它给控制了 要就会让这个疫情也就控制住了 不会说你满世界都是疫情的没法控制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特殊性 导致了这个SARS的疫情被控制住了 但是呢 新冠就不一样了 我刚才说了 这个新冠病毒是相对来说 比较温和的一种病毒 它毒性不强 被它感染了以后呢 大部分的人没有症状 或者呢 只有轻微的症状 那么你这些感染者呢 就很难发现了 即使有症状 它这个新冠的症状 又是很多样的 并没有说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 不像说SARS那样都会发烧 那没有的 这个新冠感染 大部分人它是不发烧的 只有小部分人发烧 虽然现在也在查体温 但是你要查出来的 那个新冠的病人 只是感染者当中的 要一小部分 要怎么样把所有的 新冠感染者都给找出来呢 中国想出了一个办法 全世界没人这么干的一个办法 那就是全民测核酸 但是我以前的节目已经说过了 全民测核酸呢 因为存在这个假阴性的问题 假阳性的问题 实际上呢 还是没办法把所有的感染者 都找出来的 这么干的话 反而引起的人群的积极 给病毒的传播 创造的机会 反而呢 会互相传染 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了 又变成预言地了 在扬州 官方已经承认了 有30多个人 是在核酸检测点 被感染的 变成了一个超级传播事件 还有一个问题 就关于这个新冠 新冠呢 它传染性一开始不是那么强 只有2到3基本传染数 2到3跟SARS差不多 但是呢 因为它传了久了以后呢 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异 然后这个 那种传播性强的变异呢 就出现了 就是现在的Delta变异 它的基本传染数呢 已经变成了5到6 那就是这个 传播能力 多快了一倍了 那这个传染性也强 也就越难去控制住它了 而且新冠呢 一开始就没有控制好 因为中国的隐瞒 没有控制好 结果呢 就把世界传了 就变成了一个大流行的 那就更没法控制了 你即使能够控制出一个 控制住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的疫情 那你没办法防止新冠 从别的国家跑进去 所以总会在某一些国家传的 那么就没法控制了 而且呢 现在还发现了 这个新冠呢 是可以传给其他的动物的 以前呢 发现过 它能够传给水雕 现在 最近呢 美国发现了 能够传给鹿 那能够传给 野生的动物 或者是家养的动物 那么就更没办法 把它消灭了 你即使能够把这个病毒 从人群里头消灭 你也没办法把它从 动物 特别是从野生动物那里 给消灭 那么这个病毒 还会再传回人体的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呢 不能因为以前曾经通过 严防死守的办法 控制住了 SARS病疫情 就认为说 我们也能够通过 严防死守的办法来 控制住新冠的疫情 因为新冠跟SARS 是很不同的 那高强说了 说人类历史上 从来就没有跟病毒共存过 如果防疫搞得好 就能够把病毒给消灭掉 这个是无机去谈 病毒被消灭了 这是非常罕见的个案 除了说这个SARS 很可能被消灭了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 没有再复发疫情 很可能被消灭了 被人类 有意消灭的另外一种病毒 那就是天花病毒 但是能够 天花病毒能够被消灭 也是很特殊的 因为天花病毒 它不容易变异 所以疫苗接种 以后产生的免疫力 基本上是终生的 而且天花病毒 只能够感染人 感染不了别的动物 所以 我们把天花病毒 从人群中消灭掉了 人群都有了免疫力 以后把它消灭掉了 那天花病毒也就消失了 其他的病毒可不都这样 第二种有可能被消灭的 通过疫苗接种消灭的病毒 很可能是既随灰制炎病毒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是定了要把既随灰制炎 给消灭了这个目标的 但是这个目标一直往后延 以前说2000年就要消灭 后来就一直往后延 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把它消灭 可见了 你要消灭一种病毒 有多么难 那其他的病毒 那就更没有被消灭的迹象了 麻疹病毒 水痘病毒 艾滋病病毒 流感病毒 普通感冒病毒太多了 绝大部分的这些病毒 我们只能是跟它共存的 要抑制它的传播 或者你只能是通过 自然感染的办法 产生的免疫力 或者是通过疫苗接种 来产生免疫力 或者是通过药物 来抑制这个病毒的传播 就比如说像艾滋病 你可以通没有疫苗 但可以通过 通过这个药物 把它给抑制住 所以 跟病毒共存 是个常态 要把病毒消灭 那是特例 你不能拿这种特例 来指望 把所有的病毒 哪个都能够消灭掉 最终你还是 在多数的情况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还是只能跟病毒共存的 对于新冠 也是这样 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通过疫苗接种 来跟它共存 对新冠 我们很信任 有很高效的疫苗 安全的疫苗 可以用 即使碰到了像 达尔塔变异 这种传播性 很强的病毒 很难建立起 这种群体免疫 但是通过疫苗的接种 还是可以降低病死率的 你像英国 它现在研究的结果 虽然达尔塔 现在便利在英国 现在也存了 那也很严重 但是病死率跟流感 是差不多的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跟它共存了 就没有必要说 在严防死守 那你会对于流感 去严防死守吗 那不会的 那个也没用 也没必要 所以这就是共存了 但是你像高墙 这些中国的官员 他们是不信这个邪的 他们就是间接 要严防死守 认为说 是可以通过严防死守 把病毒消灭的 消灭不了的时候 发现消灭不了的时候 那就加大 这个严防死守的力度 所以就形成了 一个恶性循环的 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大 比如说你 这一轮的中国的疫情 这个防疫的力度 比以前就要大得多了 以前可能发现了一个病例 然后就把一个小区给封了 把一条街给封了 现在因为把Data病毒 说得非常的可怕 所以发现了一个病例 不只是封一个小区 要把周围的小区 好几个全都给封了 周围的街道都给封了 甚至干脆你就把整个主城区 把整个城市都给封了 以前是发现了病例以后 再来封小区 现在是你这个病例 曾经去过哪里 也要把那个地方给封了 甚至不是病例去过哪里 而是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去过哪里 也要把那个地方给封了 当然除了封小区 封街道 封城市 还要封家门 所以这个力度越来越大 封的越来越多 这样代价就会越来越大 造成的经济的损失 就会越来越大 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次生灾害 包括那些次生的死亡 就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你守得了一时 是守不了永远的 你严防死守 你要守多长时间 这一次你守得住 下一次能守得住吗 即使这次 这次很可能守不住 即使侥幸守得住了 还会有下一波的疫情 特别是到秋天冬天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还能守得住吗 你能够守得到一年 守得到两年 守得到恩怜吗 所以总有守不住的一天 总会有崩溃的一天的 你是不可能 那一直就这么 严防死守 下去的 当然 像高强 他们不信 不信这个血 还在那里 说大话 喊口号 说要把病毒 消灭于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好像要通过这种 人海战术 人多失重 就能够把病毒给吓死一样 病毒是不怕人多的 病毒是最喜欢人多的 人越多 它越容易传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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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